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1年 7月13日 星期二 這節也要跟大家說一下大陸最近很多的企業 遺約 在大陸做生意也知道 這個信貸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去銀行借錢 為你的credit不行 其實這個世界 全世界都說credit 你如果在這個世界上 在銀行有些backlist的 破產或是欠人錢不還的 就會被人列入黑名單 當你不還錢 人家下次就不會相信你 但是中國的企業 今年 破紀錄 很多人不還錢 這個違約 這些企業的債券 違約 不還錢 其實已經創了 新高 累計頭半年 違約的債券規模 是625億9千萬人民幣 大約是 96.7億美金 這是創歷史新高 而國企違約的比例 也是 超出一半 大部分都是國企來的 所以跟大家說一下現在大陸是如何處理一下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計五目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Facebook已經開啟了 大家記得去我們的Facebook 我們現在很努力 有 香港的 有台灣的 有英國的 特約記者幫我們update 把新聞放上去 如果大家訂閱 追蹤 讚好 可以定時我們會有新聞 希望 第一時間會報告 最新的消息給大家聽 包括 香港 國際 以及英國關於香港人的新聞為主 台灣也會有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Like 和Share 亦都是 我們裏面的新聞 我們的post 大家多多Share出去給朋友 使得 很多人可以當作是一個報紙看 遲些我們也會安排他們的特約記者做Facebook直播 務求大家可以多些資訊 當我們是一個 我們想做一個比較有規模的媒體 多謝大家支持 記得Like&Share 說回大陸 第二季 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數據就會在星期四出爐 出之前 今年上半年企業違約 創下歷史新高 再次暴露大陸 債務壞帳嚴峻的金融危險 國際三大評級比較 位於標準普爾和目的投資 更加 警告 他說 地方的國有企業債台高速 加上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也是面臨資金鏈斷裂 對中國的經濟表示很憂心 大陸企業債務違約的風險 已經是直逼高峰 外媒引述 為預顯示的統計 今年上半年 大陸企業違約的債券規模 625億9千萬人民幣 折合96億7千萬美金 創下歷史新高 國企違約比率也上升 引起部分投資者對政府 政府不再為國企債務提供擔保的憂慮 例如華融 華融 政府已經 頂不住了 因為華融 是一萬億債的 政府肯 認投一千億 但是想想 賓賓一千億 扔到鹽水海不如不認識 後面還有一萬億 然後還有哪一檔呢 另外一檔很大的 那檔叫做 恆大地產 恆大地產 是欠兩萬億 怎麼還 如果中國政府不再為國企債務提供擔保 以下誰敢借給國企呢 中資企業債務爆煲潮 是不斷發生的 今年頭六個月 已經有25間企業的債務償還 即是償還的時候出現違約情況 明顯 高於去年同期的19間 多了6間 其中國企的貢獻超過一半 即是 超過13間 國企 是違約 只是國企那份涉資366億5千萬人民幣 事實上 位於對於 很脆弱的地方經濟 一早已經響到警暴了 叫大家小心點 之前我們也報導過 六大省市財政不穩 隨著不少分析就說 中國的總共有17萬億美金 的信貸市場違約率 有機會就增加 這是發出了警告 我們之前說過 投資者也擔心 之後會加劇 這個 很多地方的國企是拋售 大舉拋售債券 甚至乎 外資 持有這些相關的外資 港資 或是其他的銀行 都有機會拋售債券 會減少他們的損失 之前位於順帶評級 聯席主席張順誠發表一份報告 說2020年 部分地方國企違約的 機會大增 令到一些投資者 專門投資債券 專門投資者 對於河北 河南 遼寧 山西 天津和雲南 或是直轄市的投資情緒 急劇下降 他們覺得投資 越來越危險 只是計算第二季 今年的第二季 這六個省市的國企發行債券的資息率 已經由一年前 不夠3.5 升到5%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了 過去六個月 多數國企債券的資息率也回落 跟 很多其他東西是背道而馳 因為一般國企的資息也回落 但是這幾個地方這六個省市 就是 不跌反升 這個意味著 投資者 覺得這幾個省市是很危險 甚至乎是違約 所以 不肯買他們的債券 即使 他們提高到利率 也不肯買 最重要的是 標準普爾估計 今年大陸到期的債券規模 是42000億人民幣 另外有一萬億人民幣 是營購權 令到債券持有人可以提早贈回 這個大件事 加上五萬多億 惠嶼亦預期 上上六個省市的地方國企違約情況 有機會只是 暫時現象 但是今年年底 債券到期 壓力就很大了 河南 山西 雲南三個地方的債券 在21年5月至12月到期的規模 是逼近2020年同期水準 而天津國企的到期債券規模 亦較去年同期增加48% 意味 找數能力 其實是很大的 找數的壓力 值得留意的是 地方國企 在境內的 債市融資渠道 是很緊張的情況 因為 大陸自己本身也沒有錢 所以 發行的債券 認購額很多地方都不夠 今年3到4月 地方國企發行的淨額 縮減到1500億 因為 你如果發行太多 人家不買 就更糟了 所以只能夠縮減它的規模 今年 明顯後兩個月 惡化了 因為 肺炎在大陸 更加有在爆發 大陸經濟復甦 面臨一個阻力 有些比較富裕的地區 也是 不是很好過 窮的地方更加嚴重 貧富懸殊加劇了 所以 地方國企獲得支持 其實是力度減弱了 因為每個人都問 每個人都拿 沒有錢 每個人都要發債 分析人士認為 國企違約率增加 對於市場 不一定是利淡的 這個世界實在是看好了 法巴資產管理部就說 違約問題可能迫使國企 嚴格堅守預算規範 對融資也會更加自率 我覺得你們實在太不了解人性 尤其是中國贏的人性 他說這樣會進而減輕過度投資的問題 他表示大陸當局 17年就暗示要逐步縮減對國企債務的政府擔保 同時重申 債務違約風險 必須切法有罪解決 這個你太不了解現在中國政府的情況 中國人 一有 地方可以圈錢 就可以圈得盡 政府按下來 以楊馮茵為縮縮 當政府沒有按的時候 又再衝過 有得借他們 借到盡 借到爆 標普 信貸評級也發表報告 就說 河南的國有企業 他們 盈利能力很疲弱 將導致政府 會 繼續 有機會是有一個負債的風險 即是說 河南的地方即使有資源去支撐國企 但是未來兩年 救助的基礎只會選擇性進行 有部分的 他們認為可能沒有那麼好的行業 或者很少增長 那些就不夠了 即是說 你一定有高速增長的業務 才會救你 其他的 增長慢一點就索性不夠了 大家想想多嚴重 標普的分析師認為 2020年以來 部分省市國企的債務壓力 上升 有些地方企業的債券 產生違約 很多 令到很多省份的國企要再融資 新發 債券也遇到困難 發債成本也提高 要給多點息 面對債市的融資困難 以及國內的債務問題 很多省市的國資委 也帶頭成立一個信用穩定基金 但是 標普就認為 這些基金其實規模是很有限的 基本上解決不了所有國企的問題 只能夠杯水車身救少部分的國企 穆迪也發表報告 預期今年下半年 境內的 城投債發行 將會放慢 因為政府是加強對城投債的管理 以及投資者的規避風險 城投債由城投公司 即是地方投資平台作為主要發行人 城投就在城市投資建設 為地方政府駐入土地資產 之後 在市場的融資 圈錢回來 去投資城市 建設 其實很多時候城投就跟地產公司 有勾結 拿了地產公司來蓋房 目的也認為 現在 那些債券發行是會放緩 也會減慢或者降低那個 投融資淨額 因為 現在很多企業 很多投資者 很多銀行 對於 大陸的企業債 地方債 也是開始有很大戒心 因為 今年已經有三百多億是不還的 你想想 有人不還的 我借給你穩不穩陣 到時你又不還 我怎麼辦 我催你不長 你是帶大了 你是拿槍的 所以 就這樣 成篇 幾個信貸評級機構 三大的報告 我們跟大家說過 其實大陸 真的 債務風險很危險 而且 17萬億美金 爆起來 比慈岸 當年的慈岸規模 沒有那麼大 這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遲些會和大家繼續跟進 拜拜